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悬术 风就是元气和产能,水就是流动和变化 有些朋友觉得风水虚物缥缈,可信的内容不多 但是风水学有史可考 是研究环境和宇宙规律的哲学 且在实践中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因此也有很多人格外注意有关风水的问题 而在生活中有关风水的问题确实有很多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越过沪水的房屋风水 所谓越住越富的房屋风水 就是要避免自己的房子有以下这些风水禁忌 第一那就是周边的环境 要想跟左邻右舍的人相处得好 就应该会选择好邻居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之外 还要考虑周边有没有煞气存在 如低压煞 反光煞 声音煞 气味煞 割脚煞 镰刀煞 白虎煞 穿剑煞 飞刃煞 踢冲煞等 此外房屋也不要对正政府机关 消防队 医院 电房 垃圾池 电线杆等煞气重的地方 房屋方向 房屋的方向会影响到了来风大与小 风水学最重视藏风聚气的 这表示风势强劲的地方肯定不会望地 倘若发觉房屋附近风大 十分紧急 那便不易选购了 因为即使那门房屋真旺财聚气 也会被疾风吹散无遗 第三 那就要看楼层 要买房 首先想到便是如何选择楼层 每一个楼层有不一样的价位 但不能贪图省这点小钱 而错过了比较适宜的方子 关于楼层风水很有讲究 与喜迹而论 举例说明 因命木像人五行洗水墓 居住在一楼二楼或九楼 则可增望运势 极论 而不同的论法呢 就要根据你的深沉八字或命像来结合楼层 避免相冲的现象 第四点要看大门 大门在整个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为大门就像一个人的两个鼻孔 如果大门水路不通 有阻碍就如同人屏住呼吸 断气难受 因此大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门朝向具体看实质场地 可以先选择八宅风水的方法 来选择一个对自家人有利的大门 而一个房子的大门最忌尾的便是对着电梯口 此事白虎开门 助身体健康不利 第五点要看室内格局 而这里需要注意要首选室内房屋方证 卫生间位置适当 阳台向阳装修时 一定要把大厅设为最宽敞 厨房一定要通风亮光 五个以上的家人来住 一定要有三个卧室以上 不然会显得非常拥挤 导致阴阳部协调 容易生病 给家人带来种种困惑等 因此择房呢 还需要大小适中 那第六点就是要注意 有无名堂 在风水中 房子一定要有名堂 名堂的大小代表事业的大小 名堂是指房子前面的宽敞程度 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都需要名堂 有些房子呢 是开发商为了盖更多的房子 根本不留余地的 这样的房子在家中向外开 视线躺不开 会造成后一代鼠目寸光 目光短浅 做不成大事业 如果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 则会给家人带来压抑感 时间久了 就容易生病 第七 那就是房屋横梁压顶 看房择房 同时也要往天花板上面看 横梁压顶 意识人产生紧张和恐惧感 这是人自我安全意识的正常反应 特别是在客厅卧室或是书房里面 有条横梁更加不利 长久住在那里还会形成心理压力 造成抑郁 以上禁忌是大家在买房时要注意的 如果我们已经居住在房子里 哪些住宅风水能够帮自己带来财运呢 一起来看 客厅 在风水学上 客厅最好位于住宅的前半步 靠近大门的位置 以便直接吸纳从大门进入的气 如果必须经过一条走廊 才能够到达客厅 那么走廊一定要保持整洁 而且照明一定要充足 以免阻碍气进入客厅 如果是假层物设计 客厅应位于下层 客厅的格局最好是正方形 或长方形 在风水禁忌中 座椅区不可冲杀的屋角 沙发不可压梁 如果有突出的屋角放出按键 可摆设盆景或家具来进行化解 如果客厅呈L型 可用家具将之隔成两个方形区域 视为两个独立的房间 那在卧室呢 卧室形状方正为以 且不可斜边或是多角形状 在风水禁忌学上 斜边容易造成视觉上错觉 多角容易造成压迫 从而增加人的精神负担 长此以往容易患疾病 即发生意外 窗屋应设有窗户 除了空气得以流通 白天可以采纳足够的光源以外 更能够使人精神畅快 但是晚间窗户应备有窗帘 挡住室外灯光 减少对人的身体健康的损害 门对门的格局 若是有门对门的格局 那么两户大门的间距尽量拉开 至少要找两户大门之间的空间比较宽阔的 或是两户大门距离比较远的 在风水禁忌上 一旦空间距离拉开 即使对面那一户的空间比较大 相对于小门来说也不至于完全被吸个金光 如此一来 在人际关系上 多少能够留下一点有利的发展空间 同时贵人相助的机会也不至于完全断绝 工作事业对外的业务发展也有推动的可能 纵使局势在困窘 也能从夹缝中求得一丝的生存空间和机会 那再看厨房 在厨房里面 厨房内的用品摆设 如灶位 洗碗盆 碗碟框等 要摆放在正确位置上 才能避免风水禁忌带来的危坏 炉灶醉际被水龙头冲射 很容易染上利疾和肠胃病 若洗碗盆和炉灶成一条直线的话 则为水火不容 会影响夫妻感情和健康 若炉灶摆放位置与水龙头呈曲齿形 也就是L型的话 则可避免水火充射 以复合家居风水之道 那再看浴室 在浴室里面 在装修的时候 更要注意风水禁忌上的规定 大前提是 必须通风良好 以免整个空气潮湿 气流停滞不前 浴室物品的摆放切记不要杂乱 在风水禁忌上来说 杂乱是浴室风水的大忌 如此呢 会使气流难以通行 最理想的浴室就是那些摆设简洁 设计简单 通风良好的浴室 地面防水性能最佳 并且要容易洗清的材质 一般而言 以硬质的木头 大理石 瓷砖 及以锡合成材质为价 软质的毛毯相对来说较为不合适 气及能量的流动会受到使用材质的影响 而不同的地板材质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例如大理石 花坑石 以及其他硬底 光滑的表面会加速气能的流动 特别是在金银明亮光可见人的情况下 效果更加 除此以外 还有哪些风水讲究要注意呢 在风水学上 气流代表着财运的运转 因此房屋的空气一定要流通顺畅 才能财运横通 一般来说在开窗后从外面吹进屋的风不宜太大 要以和缓的柔风为价 总而言之 室内的气流以冬暖夏凉为好 门上贴福字 在家中门上贴福字 能够帮助招财纳福 福到运气自然也会到 能够帮助招财运保平安 这福字还能倒贴着 意味着福到好运自然到 可以招财俱福 冰箱米缸不能够空冰箱 不可空空如也 米缸也要随时补满 因为这两张物品与衣食紧密相关 补满这两样则象征着家中衣食无余 厨房不能空厨房 就象征着家中的财库 主要代表家中的财运 所以厨房中的柜子冰箱等 都需要保持东西在拌满的状态里面 能够帮助招财聚财的作用 客厅可摆放招财职务客厅 亦选用品种有富贵竹 红印灯头 蓬莱松 七叶莲 发财术 金钱术 招财术 君子兰 兰花 鲜刻兰 菊等 这些花卉都有聚财发福之意 如果你想招财的话 不妨买一些 家中的财位需要注意采光 明亮的阳线能够帮助财运滚滚来 还可以在财位上摆放一些招财的物品 这样的话财运的效果会更加好 像可以摆放生命力顽强的绿色植物 也可以增添生气帮助旺财 吉祥物往财在房屋的财位上 也可以通过吉祥物来改运增财 根据个人的喜好摆放 中介吉祥物的暗示来增加福责 一般来讲 吉祥物的摆放是要跟八字命格有一定的联系 因此建议一定要选择正规开过光的吉祥物 在周易专家的指导下 正确摆放或佩戴 吉祥化作能够望人气且招财 房屋悬挂的壁画除了增加客厅的美观外 其实在房屋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你想忘财 那么牡丹和太阳花之称的向日葵 也有不错的选择 不仅显得大气 而且可以提升家中财运 吸引贵客您们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新清静 日日市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